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面对着特异其来的转变 斯培福都不知道怎么去收拾这个残局最好 他决定先将老婆子女送回英国 自己就留下来搞完手末折走 谁知道他老婆和女儿坐那只船 在大西洋遇到风暴沉了 四个女儿都失了钟 斯培福很心急地在等消息 当他收到老婆打回来的电报 上面写着 赤身获救这四个字的时候 他伤心得不得了 摺二连三的严重打击 斯培福的伤心痛苦和绝望是可以了解的 就在他向神哭诉 真问神为什么这么多这么惨的事 都一起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 就仿佛有一道柔和的光 带着安抚的力量照入他的心里面 使他说不到世事变化 本来就是没有常理 唯一永远不变的 就是神的应许和丰富的爱 于是乎 斯培福就将他心里面的感动写了出来 完成了一首很安慰 很动人的诗歌 我心灵 得安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生的起伏变化 真是莫测高深 人享受平安的时候 就觉得风平浪静 但是遇到困境的时候 就好像风云炸起 波涂起伏 很少人会在享受平安暢顺的时间 预期到逆境的来临 也都很少人会在逆境困难的时候 回上去从前的平安暢顺 但是 事实就是人要面对 性败 荣辱 得失 这些不可能永远都成正比 就在正负交错的时候 神要我们从两者之间领悟真理 万向灵性的成熟 就好像圣经那样说 万事皆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亲爱的朋友 现在你可能刚刚从叱咤风云 不可一世的高峰 跌下去一无所有的凄凉景况 又或者你正是失业或者失恋 又或者你自亲自爱的人离开你 而处于生离死别的哀伤当中 当我们要面对这些人生难题的时候 我相信 无论你是谁 你都会觉得疑惑 你会质问神 呼求神 甚至觉得神对你很不公平 对这种出于惊慌 愤怒或者沮丧的情绪反应 神是绝对了解的 就算是到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 当他受十架号刑痛楚的时候 他都会呼喊神问神地说 神啊 你为什么要离弃我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这样教训我们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如果我们在疑惑当中 向神寻求真理和答案 神一定会乐意为我们指引前面的路 不如我们一起看《列王记下》 第四章的一段记载 在书念城有一户有钱人家 护主两夫妇两夫妇年纪都不小 但依然实下游虚 护主的太太很好客 时时都热心款待神的仆人 而先知伊丽莎每一次到书念城的时候 都会住在他们特意家盖的小楼 享受到奔至如归的款待 伊丽莎为了报答这一家人 就对个护主太太这么说 在明年这个时候 你将会添一个蓝丁 这位太太听了之后 当然高兴得不得了 但她还是半信半疑 于是乎她对伊丽莎这么说 先生 你是圣人 你千万不要骗我 果然 护主的太太在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 晚年得止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她一家人多么开心 于是者又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儿子也渐渐长大 有一天 当她落田找她爸爸的时候 她突然间觉得头痛到爆 回到家没多久 她就突然间死了 护主的太太 见到儿子突然间死了 当然是很伤心 但是她不只是懂得哭 她也无怨天由人 她立即去加密山找伊丽莎 她一见到伊丽莎就这么说 先知先知 当年我求你似一个儿子给我 你立即答应我 使我老来得止 高兴到不得了 但是 为什么你又这么忍心 要把我儿子拿走呢 你为什么要毁灭我的希望呢 伊丽莎知道了之后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这个道理 如果不是得到神的许可 是她不会临到你和我的身上 如果不是信服神的旨意 信靠神的美意 我相信当若白受撒旦攻击的时候 又或者大卫受素罗逼白那阵 又或者摩西被神拒绝在加南美地以外的时候 他们都会在绝对失望的时候完全崩溃了 这样我们不单止没办法在圣经里面 看到这么多美好的见证 恐怕人的历史都可能要改写了 有一个年轻人失业了很久都找不到工作 就在他最老倒的时间 他用他身上剩下的几元 买了一张长途巴士飞 希望能够去一个新的地方碰碰运气 一路上 他打算将来怎么好怎么好 等到那个巴士司机叫他下车的时候 他真是精神为之一振 原来他去到一个小镇叫做新出路 在新出路 他找到一份很好的工 又因为他很勤力 所以他很快就做了老板 这个年轻人认为他的经历完全是神的带领 所以后来他做了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文学家鲁迅有一句名言地说 人生最痛苦的就是一靠醒来的时候 发觉自己走投无路 从人的立场来说 鲁迅这句话是很现实 我们不可以单靠自己的努力去做一些我们能力范围以外的事 而发觉大文豪大众马的一句名言就更加有意思了 大众马说 人类一切的智慧都包括在四个字里面 这四个字就是等待和希望 我们等什么呢 是等神预期的时机来临 那又希望什么呢 希望神最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所面临的挫败和打击 神是最清楚最了解的 如果我们想一想 耶稣基督在被世人遗弃的情况下 承受痛苦去完成神的旨意 我们就会明白到 我们所受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将希望寄托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上 但是多几次人生的经历之后 我们就会明白到 什么叫做沧海桑田 其实 唯一不变的 只有永恒的创造主 司徒保罗在遭受迫白 患难和困苦的时候 他依然赞美神地说 靠障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是生 是天事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所以 当我们走这一条永生之路的时候 我们可以互相扶持 互相勉励 经历办法 以前是日常的 在我们的主力 很肯定 天气 撸赛 自己的 会不会 带下吧 我们的主持人 如果我们的主持人 很独立 你 我们的主持人 我们的主持人 是 那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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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